佛的爱 佛经上称为大慈大悲 再加上两个字 叫无云大慈 同体大悲 让这个概念就更清楚 更明白 佛 他确确实实 是跟整个宇宙 同一体 这是圆满觉悟的人 他能不爱人吗 他会讨厌人吗 讨厌人就是讨厌自己 不爱人就是不爱自己 这叫不自爱 没有这个道理 不同的人就像我们身体不同的器官 眼睛跟耳朵不同 耳朵跟鼻子不同 我们有没有讨厌眼睛 有没有讨厌鼻子 没有 为什么 在一体 在佛的心目当中 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 一体里头有真爱 有纯爱 没有妄想分别之处 这是你自己本来面目 这就叫成佛 这是大车大悟 你才能见到 你才能落实 那佛陀的教育 终极的目标 就是我们回到佛陀 这个境界 这个教育算是圆满了 没有到这个境界 还得要学习 你还没有毕业 到这个境界 你做佛了 你出事了 你可以独立了 所以我们这样才真正理解 佛陀是究竟圆满的教育 帮助一切众生 利苦得乐 是佛法 佛教育的宗旨 佛教育的目标 怎样帮助 佛知道 苦从哪里来的 乐从哪里来的 苦乐是苦 苦上没有办法 要从音乐上下手 苦是从谜来的 不了解四十真相 你就胡思乱想 你想错了 你看错了 那么换句话是 你说错了 做错了 这叫造业 造业 才有六道轮回 才有舍法界 舍法界给六道轮回是假的 不是真的 本来没有 现在也没有 你造业就有 不造业就没有 就像做梦一样 佛在金刚经上做的比喻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淫 这个例子 觉得太好了 梦就没有 你做梦的时候 真有 醒过来了 没有了 做梦的时候是迷 醒过来是救 救了就没有了 那佛菩萨救了 看到别人在做梦 他看得很清楚 别人他醒过来了 别人还没醒过来 那么他有业务 要帮助那个人醒过来 这就是佛陀教育 所以佛陀教育 教学的宗旨 就是帮助众生 破迷开悟 迷破了 苦就没有了 就离苦了 悟开了 落酒陷进了 发喜充满了